决定要参选立委了 那么之前因为伪政案被判刑三个月定验 在8月17号的时候 他高雄市议员的职务已经被解除掉 陈志忠在思考半个多月之后 今天正式宣布要在他的原选区 也就是高雄的前镇小岗参选立委 那么家人怎么看呢 陈志忠是说他的家人全部都尊重 也支持他的决定 民众警报陈志忠服务处替他加油打气 因为伪政案陈志忠被判刑三个月 8月17号遭解除市议员职务 思考了半个多月 陈志忠踏出下一步 宣布投入立委选举 正式宣布在原选区前镇小岗角逐立委 为了赶上登记时间 陈志忠将申请一幅社会劳动 以每天六小时来计算 三个月行期等于540个小时 陈志忠若天天加班 服社会劳动8小时 68天就能执行完毕 赶得及在11月25号登记截举前参选 我会出来的人都尊重 让支持立委的决定 有了家人在背后支持 陈志忠信誓旦旦 绝不缺席立委选举 至于会不会瓜分同一选区 民进党立委郭文成的选票 陈志忠说要用可行的方法达到双赢 三天新闻女花仙涂用权高雄报导 真的有办法双赢吗 今天陈志忠宣布参选小港前阵的立委 首当其冲的就是民进党同选区的候选人 现任立委郭文成 那么郭文成很无奈的说 绿营再大都经不起分裂 民进党评估 要是到时候可能出现七宝效应的话 哇 那真的是呢 好 来看一下呢 上一次的这个议员的选举 陈志忠是赢过国民党林国正 一万一千票 但议员是多席次的 所以他们都可以当选 可是立委是单一席次的选举 来看一下上一次呢 那么郭文成对上林国正的时候呢 看一下 那么当时呢 郭文成也只赢八千票而已 所以这回再加上陈志忠进来 您觉得呢 好 现在就在想说 如果其中一个 就是他们立委两个 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 多出一万票的话 就有可能使得国民党的林国正 欲翁得利 高雄前阵小港区杀出陈咬金 陈志忠 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郭文成 说不紧张 不可能 整天美线审立法院发出声明稿 强调对民进党被迫承担分裂苦难 深表遗憾 这也必然是一件轻痛愁快的事情 但他会接受考验与挑战 听来很无奈 党中央只好先祭出温情公事 我相信陈志忠他也不愿意见到 这样的让对手渔翁得利的一个状况发生 根据民进党分析上届立委选举 国文成和林国正的得票差距8000票 去年议员选举 陈志忠就赢林国正一万一千多票 若这一次立委选举蓝绿对决 国文成和林国正的得票差 可能在两万票上下 若陈志忠 国文成 只要其中一人得票数超过一个人 一万票 气宝效应发酵 就有可能让蓝营 渔翁得利 多一个人参选 对小港前证的不是坏事 因为可以多一个人 不能因为说长期以来 小港前证是绿大于来 绿营的候选人 就认为说 我还不用提公共政策 陈志忠来不来得及在 11月25号登记参选 还是未知数 国民党对选情暂时不敢太大意 在列新闻 朱伟达 杨秀金 林建宏 台北报道